这个部分 把它再划分一下 划分成青年、壮年、老年 比如说18到30是青年 然后31到65是壮年 65岁以上就是老年的话 如果这个城市该如何书改 目前的话只有未成年跟成年 如果你要改很简单 反正改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直接拿这个来看 其实如果直接拿这一段 那OK 所以这边的话我要改 首先的话改 但第一个反思就是老年 因为如果我今天 先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改老年 为什么他65岁就剩下来 那也就是前面这个地方 我还要把18岁到65岁 这两个区间的资料做划分 所以如果将来 老年是65岁 所以变成说目前只有划分18岁以下 跟65岁以上 那中间就会有两个区块 这边有两个区块 一个区块的话是 应该是30到18岁之间 这个65到31之间 两个区间 然后这个是青年这个状怜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读写 特别是有 Q跟Force 中间如果你有其他的话 除此之外就是叫else 后面加一个if就可以了 其实还蛮好记的 else if的话就是 第二个条件 所以这个有点像首先 第一个条件 这个叫其次 如果你还要再一个提 再一个提就aos if 还再一个再aos 最好其实还蛮好记的 头一列是一符 中间的就aos if 尾巴那个叫else 就这样子 其他结构大概是 以前的话 以前的那个程式 像那个chama里面 还有像switch case 像vba 还有select case 可是在python 他把它省略掉 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很疑惑 明明这样都可以写了 为什么你要多一个 其实有另外一种写法 python把它拿掉了 不过后来我看了一下 为什么那 刚刚那个像vba 比较select case 为什么多一个 其实主要 他唯一的优点 就是执行效率比较快 筛选 因为这个是筛选 它这个会比较 效率比较慢 不过后来为什么python把它拿掉 主要原因 现在CPU都太快了 你说相差 差个百万分之一秒 谁会有感觉 那你百万分之一秒 多一个写法 只会干扰使用者学习 所以能免则免 观念跟我一样 像我后来 我一律不要写select case 我教学会不教 我说你可能用不到 你用不到我教你干嘛 增加你的障碍而已 所以有些东西 我可能没讲到 主要原因是 你可能这辈子都用不到 那你这辈子用不到 我跟你讲就干嘛 不是只是徒徒你的困扰吗 不过你会发现 学校很多教科书学的 真的学完之后 这辈子都用不到 算了 提案的话 所以L是一辅 那接下来就是 18岁 所以 一般的写法 你总会加个and 就是 虚数的方法就是 h 小于 等于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的 18 而且and h 到三十 就是18到34 青年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们直接拿这个来 直接这样 这样 这样比较快 这就改个青 吁 音 吁 出口 失误法怎么 灌掉 给痛 OK,那就是青年 再来的话呢,就是状年 所以状年的话,其实 如果你这个打完之后的话 直接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这一段 Ctrl C 然后底下的话,Ctrl V 贴上 然后这边的话改一下 大于的,应该是31吧 然后再来就是65 那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这边就状年 这样的话,基本上 你在执勤,应该就OK了 我看,这边大于等于18 小于等于30 这个字有了 好,那 执勤的话呢,应该就OK了 那这个可以把它存档一下 那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样的写法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我如果不想用这种M的方式 那其实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你可以把H 摆中间 然后前面的话 我改,假设改的话 我这边要Ctrl E Ctrl E 就是注解,有没有发现 加一个Ctrl E 其实就是把这一行注解掉 注解的话,前面其实是加一个锦字號 所以呢,程式里面如果 顺便讲一下,如果你程式要注解的话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锦字號 如果要改成另外一种写法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把它改成 就是H 摆中间 然后呢,前面的话呢 你可以叙述它是 比如说30 像这样小于等于H 然后呢,小于等于18 看一下,理论上这样应该也是OK的 这边多一个这个 所以,如果刚刚的这种写法 假如你希望能够写得比较精简一点的话 其实你写第二种方法 写成这样子的写法 也是OK的 它也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呢,当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写法 因为这个比较口语 有点像是我们在 跟别人讲话的那种逻辑 如果是什么 上面去说 如果年纪是大于18岁 而且是小于30岁的话 那就是 那一个 哪一个 H 在中间 H 在中间 你说 这应该是这个在前面 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 这个在这边 OK 对 OK 应该可以看懂 底下也是一样 如果你底下如果假设 要写成这样子的写法 也是OK的 因为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 所以你习惯哪一种 你就用哪一种叙述方法来写 OK 方便在环点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今天的主族 至少 反正回去的话 如果你没有时间 我是建议各位回去 第一个 试着把你的Python 环境给建置起来 如果你之前如果假设你有习惯的环境也没关系啦 反正写Python 可以写的地方太多了 你习惯的方式都OK啦 除了说Spider之外 其实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也没问题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把有关Python里面的基本的语法 像是变数的建立与转型部分 可能再稍微复习一下吧 还有就是推字元 推字元主要是换行跟双引号单引号那些啦 再来就是有关逻辑判断的部分 逻辑判断的部分 你可以先两重逻辑 再来就多重 将来 比较会常用到的应该是 多重逻辑的叙述是还蛮常 会蛮常遇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会还是就多多练习 试试看 OK 刚刚那个语法 刚刚更正一下 这个else 语符 记得 应该Python里面又把它简写了 因为刚刚写那个是VBA的写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把那个else 把那个se拿掉 不然的话那个语法会出错 记得是elf 所以后面没有se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执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至于说你习惯上面的写法也好 或者下面的写法也可以 执行看看 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另外一道题 就是如果把那个年龄改成成绩 请输入成绩 像一般的成绩 也可以把它改成ABCD 比如说可能A是80分以上 然后B的话是70分以上 C的话是60分以上 D的话是不及格的话 如果假设我希望把那个年龄改成成绩 那你假设要改 其实也是一样的 蛮简单的 所以架构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是说你可以 试着把这一题做做看 这一题的话也许可以把它存档 存档名称也许叫做年龄好了 因为这个某组的名称也支援中文的 OK 所以你这边